人事考评这一题好了 人事考评这一题 那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是四题 题目在这里 那有相关说明 主要就是说呢 这边总共有一二三四 四种这个职称 就是像什么住专 领主 应该是什么住理专员吧 然后办事员 助理员等等的 那如果说呢 这边你会发现 他每一个切过来 他的这些空白的地方都一样 也就是说这几个问题 就是你要做出来的 比如说什么叫单位 单位你必须要 把这个单位给做出来 而且这四个都一样 所以四个都一样 我建议啦 你干脆按序格键 把这四个一起选起来 因为你做一次就好了 不然的话你四个 你变成要做四次 OK 取消的话再点一下 就取消了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单位 那单什么叫单位 根据这个题目里面有讲到 所谓的这个单 单位部分的话 他这边要把它查出来 那单位的话呢 他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单位 主别 升等 那单位的话 你可以看到单位在这里 单位 单位你会发现呢 101就是什么 总行的人 是 102是这个 以此类推 有这么多单位 那你可以切到其中一个 你会发现 他的单位刚好在哪里 编号里面的 第几个字呢 第三个 四个五个 三到五 OK 所以呢 你必须要先怎么样 先把三到五个字先切出来 先拿出来 然后去做什么了 再到那个什么了 再到他的单位 这边有个单位 那单位 特别注意这里面 他好像已经有帮 帮我们 我们把公式里面 我看一下 公式里面有一个名称管理员 名称管理员就一个单位了 他已经帮我把这个范围 变成一个名称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按F3 你可以用这个名称 去取得这个范围 你就不用切过来 也不用选的 OK 用名称 所以前面我们有讲过 用名称 那再来的话 组别 组别是什么 你切到组别 看一下 组别A到E 是这些 也就是说呢 他的组别在哪里呢 其实也是根据编号 所以呢 这个108 是他的单位 那你不是把108拿过 你要把108找到 再去查单位 那组别一样 把这个字抓过来 然后去查他的组别 那升等是什么呢 升等我们看一下 升等部分的话 就是他的1234 1234在哪里 1234 第一个字 所以第一个字呢 如果你要把第一个字 也是这样 第一个字拿过来 然后呢 去查一下 他是1234哪一个 比如说你会发现 1的话是 刚好就住专 2刚好就是领主 3就是办事员 不过这里当然不是要叫你土法链钢 以前的话你早期你是用土法用人工去108 然后怎么样去单位里面看一下108 总行审查部把它复制贴过来嘛 那下一个铁那不是这样整个 你会花非常多时间在查资料 而且如果现在人人越多 你越查越久 所以不是要你这样 你这样做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可能你提示一下 你可能像这一题 第一个一定要用MID函数 MID MID抓什么呢 抓这三个字 再把这个MID的结果 用Vero函数刚才学的Vlookup 有没有 这第二个函数去查什么 查那个资料帮我查过来 123 那再来的话考核 考核跟考核其实是这个啦 那考核部分的话占60% 考核是把这个层积加这个层积加这个层积 然后怎么样 可以把它平均 或相加除以3也可以 那可是问题哦 分数你想说分数假的话是几分 他这个地方其实就考你了 也是要叫你去查 如果他是假的话 他必须要到哪里呢 到等级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表 我看一下他应该也有帮我们做一个 名称管理里面有一个 这个叫做考核的等级 在这个 也就是说 那个 如果是假的话就85分 OK 现在肚子饿了嘛 讲到烤鸡就 那烤平的话呢 就是A减就85分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你看到的分数 你一样要把它查出来 三个成绩除以3 把结果放过来 那比4的话就是这个 乘以0.3 30% 这个乘以0.7 把它应该是 这个乘以0.3加上这个乘以0.7 就是它的比4成绩 那把这两个成绩相加 就是它的核系 那最后算出名次来 OK 那其实这个好 就是如果以后你们是从事那个人人士 现在不叫人士啊 现在叫HR 什么 HR是什么 Human Resource 还是什么 Resource 反正就是它现在已经都没有人讲人士单位 现在都讲HR单位 所以HR的话 它就要做这些事情 如果像现在如果你是做人士工作的话 假如你不会sale 像这个东西 你光做一整天你就做不完 可是如果你会的人的话 可能两三分钟就做完了 是不是 OK 尽量新还是放在这里一下 暂时放下课的时候再讨论要买什么东西吧 其实买东西我很喜欢啊 我有会逛逛街 但是 算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单位要怎么查 那单位要108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 不过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有四个工作表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按序的键 把这四个先选起来 这样你就不用做一次了 或者之后再选也可以啦 之后再选可能要打个勾就可以了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把MID 怎么样 先108 所以用什么 用文字哦 特别是文字里面有MID 你只要想到文字要切割 用MID函数 那MID函数呢 跟他讲字在这里 从第几个字呢 一二三第三个 那要几个字呢 要三个字 108嘛 所以33108 看一下对不对 对 第一步就OK 第二步的话呢 就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做什么 去查 查什么东西呢 查那个他的 他的所谓的单位 单位部分 那要怎么去查询呢 接下来的话呢 先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 插入函数 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最后面这个 Value函数 那查的话呢 要跟他讲说 查108 所以把刚刚的东西贴到 那个LugarValue里面 然后去哪边查呢 去单位里面查 因为已经有建一个名称 所以按F3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按一个F3 他会跳出清单出来 但如果没有跳出来的话 你可以自己打单位两个字 或者切到这边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跟他讲说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OK 我看一下 单 一样单位 所以你可以什么 打单位两个字也可以 理论上按F3会跳 然后呢 查什么过来 查第二栏过来 比对方是要完全一样 所以输入0就可以了 好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全部查完了 OK 这样一次就完成 那组别的话呢 因为组别你可以看到 他组别是在ABCDE 所以呢 是在这几个 OK 所以组别的话呢 先把第几个字呢 123456 第七个字 所以你一样用什么 用最近使用过的MID MID做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第七个字 取一个字就好 看看是不是 如果是表示正确 A嘛 拿过来 按确定 那利用刚刚一样的方法 怎么样 利用V2函数 把公式贴上去 A 去哪边查呢 去 这个组别 所以切到组别这边 或者按F3 选这边也可以 他会打组别两个字也可以 因为这个名称已经定义好了 那查的话呢 查第一栏 那我要第二栏 所以你跟他讲2 那这边一样完全比对输入0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个组别也全部都做完了 OK 那升等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字 不过第一个字 可能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边 他这个里面的资料 对是数字 这个是文字 所以里面会不媚区 之前好像没有讲过 所以第一个我一样 他是在第一个字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mid 你其实可以用那个文字里面 第一个字的话 就左边算过来的 所以用laps 文字 这个文字 的第一个字 所以number check 就一个字就好了 他是1 但是请特别注意 他 这个是文字 所以切过来的话 是文字的1 那你后面 升等里面的1 是1234的1 所以两个不等于 那怎么办 你必须要把这个 先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那个 没有双引号的1 再跟这个比才OK 可是你要怎么转过来 需要一个函数码 叫value value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 把那个给转换 所以第一个先取1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 外面包一个value 所以你要最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自己报一下 v 打一个v 没有 value就出来了 然后把前刮符 他帮你刮了 后刮符 你自己刮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变成 由刚刚有双引号 变成没有双引号 然后把这个再减下来 去 那个什么呢 最近使用过的 v乱函数 查一下 OK 查什么呢 一样是查那个我们的升等 升等 所以按F3 现在都正常 OK 升等 升等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升等是1234 然后呢 查回来查第二栏 要比对方式完全比对 OK 注砖就出来了 向下填满 这样OK的 不过我建议他最后一次再做好了 那考核的话呢 这个是 假的话呢 他会是85分 可是我们不是用眼睛看 所以要怎么 根据他去查什么呢 查他的等级 然后去做那个 把分数转换 所以第一个 一样 先一样用v乱函数 查是查什么 查他的成绩 去哪边查呢 按F3 应该是考7吧 OK 因为有个考基 是 那个 优甲乙吧 那考评的话 那是ABC 然后把考基 对没错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边 如果你不对的话呢 你也可以 切过去 这边可以看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呢 要的成绩是2 比对方式是0 OK 那就可以查出第一个成绩 那第二个成绩怎么查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这样 把这个复制一下 其实改这边一下就好 所以 干脆用最简单的话 加上第二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位置 这边改一下 改这个 再加上什么呢 再贴一次好了 不过贴的话 这个可能要改 这个之外 这个考7的那个表 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delete 按F3 这边也可以改 把它改成考平 OK 所以 这个成绩转完 变8数 8数 8数 全部加在一起之后的话 先加嘛 所以先刮 5 再怎么样 除以3 这样就可以 OK 然后呢 我们打个勾 他就会帮我把成绩算出来了 85 向下填满 全部算完了 那比式成绩的话呢 就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成绩 乘以0.3 百分之三是什么 乘以0.3 加上 这个成绩上面有 乘以0.7 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那核气的话呢 核气是什么 看一下 他这边有什么 核气是 乘以0.6 再乘以0.4 然后并且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OK 所以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 等于 这个成绩 乘以0.6 上面有 乘以0.6 加上 这个成绩 乘以0.4 打个勾 OK 那他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我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已经第一位了 好像已经第一位了 不过他有讲到说用run的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用run的 R O U N D 前刮呼 run的是取 把这个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d0.1 取第一位 OK 刮呼一下 因为题目里面有提到 所以一定要做 最后的话 把他向下填满 再根据这个范围做排名 排名还记得吧 我们用那个 统计类里面的 这个rank.eq rank.eq 这边 这个 这个之前有用过 他的成绩 在 R F 就整个范围 所以 把他整个选起来 游标放这边Ctrl-ship向下 整个选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 整个成绩按F4 因为待会会向下填满 他只要锁列就好了 他的成绩 在这个范围里面排第几个 向下填满 那就全部OK了 不过目前假设吧 因为切来切去 后面有些有做 有些没做的 那没关系 你可以先做一个 最后再一次选四个 那做什么呢 你就直接游标放这边 打个勾就等于是复制到其他的 这边再打个勾 也就是你刚刚做过 就全部打勾就对了 那意思是说 把公式套到其他 没有做的工作表里面 他就会 自己套过去 那 另外的话 建议是不要点两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点两下的话 底下他的列数不一样 可能会跑到这边停下来 所以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他上面都有了 你在自己在这边 再全部再重新填满 如果没有重新填 像刚刚好像打勾 这边没有 你就重新再 让他全部填满一下 这样的话呢 四个工作表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它做出来 如果你 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可能你就是 刚刚下班 把这事情做完 应该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不过我最后建议 干脆的 你如果可以的话 想想看VBA 一键按下去 啪啪啪啪 全部四个工作板都完成的话 那会是更棒的 不过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刚刚讲的答案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 那个答案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稍微 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